这是恶极素案 皇上 自从王公公娶亲以来 一直在奴才们面前 吹嘘娶妻之事 原来就是靠这种 污秽的东西 皇上 请您一定要蒙住 王清的嘴 不许他醒过来以后 说出污蔑臣妾的言语 臣妾在宫里 再也不想见到 王清那个贱奴了 皇上 你一定要帮臣妾出这口恶气 出这份屈辱 李渔 叫人拿麻河 堵住王清的嘴 打断他一条腿 把他赶住宫外 沦为乞丐 这 皇上 好了 朕已经处置王清了 你就别再哭了 王清这个贱奴 死了都不足为过 您才打断他一条腿 未免太便宜他了吧 贵妃 你今天也收惊了 早点歇息吧 皇上 下去吧 是 皇上 此事王清是重罪 莲心 只是无辜受害 还请皇上 看在莲心 伺候皇后娘娘多年的份上 不要责怪莲心 先起来吧 朕呢 不会责罢莲心的 莲心 趁今日 就取消你和王清的婚配 若你想出宫 去探访家人 朕也准了 奴婢离宫后 家中弟妹无所依靠 日子也不好过 奴婢情愿留在长春宫伺候 你倒不怪皇后 皇后娘娘哪里知道 王清是这样的人 奴婢不怪皇后娘娘 也好 下去吧 皇上 奴婢还有一事 说 奴婢知道 关于玫瑰人生子的流言 的确不是贤妃娘娘传出 而是那日王清了了 差事喝了黄汤 最后胡说出来的 只是奴婢从前 深受王清之苦 家人弟妹也被要挟 所以一直不敢说出来 亲皇上恕罪 娘娘恕罪 你说的话当真 千诚万全 先非娘娘恕罪 先非娘娘恕罪 娘娘恕罪 是王清 那为什么宫人说 是在严禧宫附近 传出来的 严禧宫是王清回武房的 必经之路 他那日喝醉了 躺在严禧宫外的 涌道边满口胡说 是奴婢把他拖回去的 正因为如此 被旁人听见 就以为是严禧宫 传出的流言 王清酒醒后 知道自己胡言 便赖在了严禧宫 赖在了贤妃娘娘头上 你说的话 都是真的 奴婢不敢妄言 此时知道的人不多 皇上皇后娘娘 自然不会告知奴婢 奴婢与严禧宫也肃无往来 若不是王清胡说 让奴婢知道 还会有谁说与奴婢 于 奴才在 王清口中的麻河 至此不能拿下 要他以后 不许再胡言乱语 皇上 不是丈泽 大端一条腿吗 至此是 让宫里面的太监 全部集合到慎行司 看着王清醒醒 看看还有哪个 不知死国的家伙 敢混乱后宫 这 你这傻子 明明不是你 还愿意把自己 关在延禧宫里 朕很是心疼 皇上不用心疼 为了不让皇上 在后宫左右为难 也因为皇上 一直顾全着 臣妾的周全 就算再多地流言 臣妾也愿意忍受 朕从未真的怀疑过你 你我的亲色之情 后宫主人 谁都无法比拟 委屈你了 今夜繁星璀璨 甚是好看 这江南的山水 也就是朕 最向往的地方 等到将来 朕带你去看 柔蓝胡绿 疏语桃花 朕喜欢的地方 一定会有你 只要你和皇上在一起 去到哪儿 都是人间神经 打死你 打死你这个 没有良心的奴才 本宫平常对你们不好吗 昨天晚上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来着 她 她是 她是副主管 奴才也不敢呢 都是奴才的错 你打死奴才吧 她是不能管 你们就不管了吗 不来了吗 本宫 本宫昨天在门口 受了那般歧视大辱 所有人都看见了 都看着本宫的笑话 你们这帮没有良心的人 你们以后 你们以后让我 这么有颜面 去见皇上 这么有颜面 去见皇上 一群无用的东西 都给本宫关 关啊 这儿 皇前那个狗奴才 必须得死 是 必须得死 必须得死 是 必须得死 皇上少王公公贴家官 嘴里的麻盒至死不让拿下来 昨晚已经死了 死了就好 死了他就不会叛撤咱们了 是 你说王亲不会说了什么吧 他的家人在宫外 有高大人在 他怕连累他家里人 不会说什么的 是啊 那就不关咱们的事了 本宫就是不服气贤妃 凭什么大阿哥能交给他养 不能交给本宫养 是本宫先要养大阿哥的 皇上就是偏袒他 就是皇上偏心他才交给他抚养的 所以才逼得本宫必须自己想法子 把贤妃拉下来 要回大阿哥 结果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 本宫怎么就没有个孩子 本宫要是有个孩子 那日若是本宫失了皇上的换心 皇上看在孩子的份上 也不会不理本宫的 主 皇上很久没去贤妇宫了 惠贵妃也是聪明反悲聪明悟了 贵妃啊 那是自己耐不住 非要总是经过咱们宫门前看笑话 原本奴婢还想着 是皇后娘娘赐婚对食的 这样的事应该落在皇后身上 叫她身受惊吓 那才痛快呢 皇后重规矩 断然不会把玫瑰人孩子的事 往外说 唯有可能的就是王清 可是王清也不会随随便便 就这样做 定是有人在背后指使了 那主是怎么猜到贵妃身上的 起初我也想不明白 直到贵妃想要带走永皇 既有人这样费尽心思地 想诬陷我 自然想要得了好处 既让我因玫瑰人之子受到扯罚 又惹皇上皇后厌恶 又可以把永皇带走 这两种好处 像齐了贵妃的心思 她又在延禧宫门口幸灾乐祸 我便猜到是她 最后也果真没让主猜错 还是李玫和莲青得力 李玫从盛行司找到了马脚 还和王清换了当职的时间 直到莲青从王清嘴里套出了实话 也算是坐实了贵妃 这贵妃也是行黑 这般无限主 主倒没有告发她 贵妃有这样的家事 哪里轻易焊得动的呢 而且告发贵妃 就是继续戳皇上不想提的伤心事 总之 现在既教训了贵妃 惩治了王清又救了莲青 还许了您的冤屈 一尖四雕 是 既解了我的困局 又解了莲青的苦痛 更绝了宫中的对食之事 主儿 您真的从来都没担心过吗 您自愿禁足 可当时并不知道李玉玲临心 究竟能不能做成此事 万一贵妃再尽谗言 冤定了流言因您而起 那时候皇上想保全您也难呢 自然会担心啊 所以我就赌一把 赌我猜中的人 必会留下疏漏 我此刻留在延喜宫 他们以为我被困住了啊 便会得意松懈 这样我们就更能成事 主仇慧 可是主儿 那莲芯 不会把这事说出去吧 莲芯这次出力不少 况且我们只是用了法子 翻出了实情 并没有冤枉谁啊 莲芯一心想离了王清 如此也算是得偿所愿了 是 对 对 对